昨天說到有做直播大貨 人稱太太的直播主 8月15日做完最後一次直播之後 一家五口, 全家人間蒸發 被欠貨的客人更百人 涉及款項過百萬 連助手都被蒙在鼓裡 被欠薪金之餘 還被財務公司的人追溯 原來他被人拿了個人資料 去做財務貸款聯絡人 8月19日那天下午 12時左右 我接了兩個財務公司的人 打電話來 問我見不見他 追我的數字 太太完全沒有我的同意 在我不知情的時候 拿了我的資料去財務公司 做緊急聯絡人 當時我自己很害怕 立即去深水埗警署報警 跟警察說避案 就算是一人 在虎豬群組 大家各自爆出直播主 一直以人生連環不幸事件 博同情借錢和拖貨 例如老爺要做手術 老公哥公司面臨破產 姐姐眼睛框散 姐姐過身要碾撞 自己生蛇入院 或者付了錢 但找不到供應箱 周轉不到等等 亦不時在直播表示 自己被針對攻擊 令更多人同情她的遭遇 其實要是一群人罵我 我釋得一群人罵我 便說, 好心理 我經常拿小朋友出來裝慘 罵我, 我已經… 之前那兩天的情緒 很不穩定, 被他說得很變態 他真的很變態 又說我經常要找三個小朋友出來 裝慘我 自衣追貨的客人明明理直氣壯 但幾乎每次都被直播主說的 種種藉口 反而令自己不好意思 太太給我的答覆 都是離不開 小朋友不舒服、小朋友弄傷 給了很多家人 或者他自己的醫院的照片 我看證明他好像真的不舒服 很擔心是不是我自己欺負他 為什麼每次我追貨的時候 總會有一些受傷的照片 入醫院的照片給我看 他傳給姐姐死了那張照片給我 是那天早上死了那張照片給我 我嚇到瘋了 有收過棺材照片 我們很多人都收到喪事那張照片 目的其實是想向其他苦主借錢 如果你真的對姐姐這麼好 你姐姐死了的樣子 你怎麼會群發給別人呢 你是派大方的, 中家姐死了的樣子 去損給我很多人 跟人借錢說得實牙實齒 說用感情、人格和身分證去保證 但最終還是走了人 直播主欠這麼多人錢 大家當然要嘗試找他出來 例如想他放貨的貨倉 去到門口看到土地審裁署發出的通知書 相信那單位應該是因為欠租而被人收回 我們還剛好遇到貨倉的業主代表黃小姐 原來直播主是由去年12月1日開始 租單位做貨倉的 其實他一向都不准時交租 他由第一天租我們單位 他也是不准時交租的 因為租客的名字就是太太的名字 通常通常通訊息太太不回覆 就會通訊息她的先生 然後她的先生會推給太太 太也會推給她的先生 你最後一次出門交租是甚麼時候 8月左右 8月16號, 我們是不知道他不見到門 有些教員寫, 說他怎樣 就說有人想去找他 然後才看網絡訊息, 就有一個訊息 才知道他不見到門 黃小姐說租金損失大約三萬元 至於直播主住的大廈 助手就曾經跟兩、三個的苦主上過去 禁東的時候, 姐姐開門 就說她的僱主去旅行, 不在這裡 她兩個禮拜, 去完回來之後 兩個禮拜後就要回來開學 因為小朋友要上學 我覺得她連傭人姐姐都騙了 到第二天, 我們再打給傭人姐姐 已經沒有聽了 有些住附近的苦主 也有上去聽一下 看看有沒有人聲 或者寵物會不會有些臭味 因為我們都很擔心這件事 現在大廈閘門前 除了同樣有業主申請收回單位的法庭訊 還有財務公司向直播主先生 追還欠款的告示 你好, 請問有沒有人? 我們來到直播主的家門口 發現裡面沒有人聲 也沒有動物聲 我們很有名的 但我沒有人聲稱 現在的苦主群組裡 涉及欠款和借錢的人數有八十多人 最基本的也有過百萬日 因為很多人幫我買幾千元東西 原來真的可以這麼恐怖 當日我相信的這兩夫妻 加上這三個小朋友 原來可以令這麼多人受騙 錢、銀已經消失了,已經痛了 那件事就算了,當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心靈上的損失也很大 很多已經像朋友一樣 用真心真意地幫助對方 為了令更多苦主走出來 以及不給機會直播主 再用其他方式去騙人 開始有人在網上公開直播主的 所作所為,希望不要再有人中招 近日更有教開直播主小朋友體操 以及小提琴興趣班的教練老師 都加入虎主群組 他們分別被拖欠四至五位數的學費 有這麼多位虎主 你們採取了什麼行動? 我們首先去了報警 另外也有報海關 因為有些貨是假的 找你們東張西網最主要…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苦主 所以很想把這件事廣傳出去 那時候再見 這邊可以見 ещё可怕 下車 座